国王排名,博斯国王与魔镜才是真爱,令两名王妃只是工具人。 日本动漫《国王》排名已更新至第八话,随着剧情的发展,博斯国王变强的秘密已被彻底揭露,而就在秘密被揭开的同时,博斯国王与他三位王妃之间的微妙关系也逐渐变得清晰可见。 第一任王妃席娜。 动画《梦想的牺牲品》中提到,波及的母亲席娜是被称为世界最强女性的巨人族少女。 因此,一直伴随波斯左右的神秘女子米兰桥才会选中她,并让波斯主动向席娜提出结婚的请求。 之后,三人便在波斯王国的前身郊外校村庄中正式定居。 虽然此时席娜已经怀有波及,但波及一天未诞生,波斯便一直无法如愿获得力量,甚至在对抗魔物时多次遭到重创,而就在波斯即将被魔物围杀的危急时刻。 波斯的身体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巨大变化,不仅受伤的部位开始快速愈合,就连身体也变得十分巨大,而这便是靠恶魔之力强行夺取波及力量后的改变。 波斯如愿获得力量后,出于对习乃母子的愧疚,波斯决定就此建立王国,并在有生之年守护习乃母子并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 可以说在良知的趋势下,波斯当起了一位丈夫和一位父亲该担起的责任。 但是,在米兰乔看来,习乃自弹下波及后便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她的存在会直接影响波斯的未来,会让原本那个伟达目的不顾一切的强者变得软弱。 为了不让波斯受影响,米兰乔便亲自将习乃从世上抹除。 虽说习乃是波斯国王的第一愿王妃,但她的生与死对波斯而言却根本无关紧要,毕竟波斯当初本就怀振明确目的主动接近习乃。 当波斯得到想要的力量后,对她而言作为力量来源的波及才是最宝贵的,相比之下,充当工具人的吸纳已经不再有任何价值。 第二任王妃西林 众所周知,波斯当初与恶魔签订契约时曾答应献出自己的寿命,而成功获得力量后的波斯也将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 为了让波斯成为不灭的强者,米兰乔想尽办法钻研黑魔法,功夫不负有心人,米兰乔找到了令波斯永生的方法,但这个方法需要一个重要的媒介孩子。 为了达成让波斯不灭的目的,米兰乔用特殊的力量寻找到当时拥有超强治愈魔法的西林大小姐。 被蒙骗的西林在成为波斯国王第二任王妃后顺利诞下代达,虽然米兰乔的目的已经达成,但对于米兰乔而言,西林的存在始终是一种威胁。 因为米兰乔确确定得知真相的西林将会成为波斯未来道路上的阻碍之一,所以,米兰乔才会对工具人王妃西林屡下杀手,而权衡利弊后的波斯也认同了米兰乔的所作所为。 第三王妃米兰乔 虽然米兰乔没有正式成为波斯的王妃,但在波斯的心里米兰乔却比任何人都重要。 毕竟从波斯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米兰乔便已经陪在他身边,此后还陪同他东奔西走,寻找恶魔驻地,直到波斯成功获得力量并夺舍心声,米兰乔都一直陪在他身边,所以说在波斯变强的道路上,米兰乔才是最大的助力。 其实一直深爱波斯的米兰乔,曾为帮助波斯两度背叛恶魔,之后在异常惨烈的战斗中,米兰乔身受重伤濒临死亡,但心有不甘的米兰乔并未放弃,而是与恶魔再次签订契约,以自己的灵魂为代价,换来帮助波斯的力量。 此后米兰乔的灵魂便一直封在镜子里。 得知这一切的波斯国王非常感动和感激,虽然两人无法再触碰到对方,但波斯国王与米兰乔仍默默守护在彼此身边。 由此可见,波斯的三位王妃之中,喜纳与希林就只是通当了工具人的角色而已,而米兰乔才是彻头彻尾的真爱。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再见。